好 我們繼續來關心一下郭董 郭台銘 因為時間很巧 中國開始查富士康之後 郭台銘就沒有出現 那說一直到今天才有個私人行程 郭台銘只有在臉書發文說 我當全力以赴 為臺灣帶來繁花 事件新未來 謝謝大家 那富士康其實大家注意到說是查稅 其實內行人就知道 其實最怕是查企業用地 因為其實這個賺錢賺很兇 就是說我工廠假設說我要了五公頃的地 但是我廠房只蓋了三公頃 那其他兩公頃呢 我蓋員工宿舍啊 不小心多蓋了 那怎麼辦 賣掉嘛 那個才真的好賺 其實富士康怕的是這內行人講 所以小玉 照理說十一月二號連署截止 這兩天應該是最後衝刺 郭台銘應該大街小巷 怎麼人都不見 我先補充一下那個企業用地 現在還有講說 因為他那個企業用地很多名目 甚至當時有些政府為了要招 地方政府為了要招商 包括鄭州 他有些企業用地是用農地 所以他現在還要用農地的名義查 看你是不是什麼不服 有沒有農地農用就對了 對啦 郭台銘說我種蘋果啊 手機 有道理有道理 總而言之 中國要查你 有各項的名目 這個我們就不用去幫他解釋 那再來就講說 郭台銘他省飲了六天 那事實上大家知道十一月二號 那個連署就要交出去 到現在如果你今天算進去的話 大概不到五天六天的時間 照理說你應該是全台大衝刺啊 可是我們來看 這幾天這兩個候選人非常的妙 今天呢 郭台銘他出席一個郭氏中親會 因為他當選了理事長 然後在會裡面還講述 什麼郭子儀的故事啊 什麼拯救什麼 反正什麼楊貴妃啊 就講了一堆的那個中國 不是郭子儀 但是他受訪呢 他就趕快快閃 結果就完全沒受訪 然後再來呢 賴佩霞更怪 賴佩霞今天是萬聖節 然後他還就做了一個快閃 然後就打扮成那個卓別林的造型 那快閃也都不受訪喔 所以大家不覺得很奇怪 你剩下不到五天的時間 這樣爭取曝光啊 全台衝刺對不對 這個造勢啊 然後什麼的 都給他辦下去啊 整個累積人氣啊 沒有 這兩個正副搭檔 超妙的 一個不受訪 然後一個做快閃變裝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幹嘛 那就我了解啦 就是說上禮拜 那個郭伴 他們這個幕僚 有找記者群組來吃飯 然後那個記者 當然大家都會問說 郭的動向 可是我覺得 當然他們不敢正面回答 可是我覺得很妙的是說 當這個記者去追問說 你們未來的規劃 比如說你們連署遞交了之後 你們未來的規劃是什麼 比如說你像侯友宜 柯文哲這邊還不曉得 但是侯友宜 你至少 你如果說 就算破局 他也做好了 你一場一場造勢的準備嘛 台北 桃園 一場一場造勢 你巡迴也講 總是要把他攻下去 結果那個郭伴這邊 就說不知道 沒規劃 太奇怪了 他現在只規劃到連署結束 現在有外界還在盛傳說 搞不好連連署 那個遞交連署書都很難 不一定會遞交 已經過了 對 過了 土曉哥說過了 他很早前就說過了 對 但是過了 為什麼不交 聽說十月二號那天 郭台銘會那個 自己出來 那當然就是說 現在大家對他的動向 因為他現在會面臨到兩大問題 第一個 他現在出來 對不對 你不可能躲到一月十三號 你看你到哪裡 大家都都這個 這個開始就會跟著你 直接問你富士康問題 你不可能躲到一月十三號 那對郭台銘來講 現在很兩難 你要維持你霸道總裁的形象 好 do it 繼續do it yes please do it 繼續給你do it 中國真的就給你do it 你怎麼對這些股東 鴻海這些交代 第二個 如果他縮回去 那跟他霸道總裁人設不合 馬上就變成小綿羊 那大家覺得說 你怎麼能夠當一個總統領導人 所以現在對他來講 他說什麼都不是 這是這個外患的部分 他還有內憂 內憂現在檢調在查 查匯選 就我瞭解 就昨天那個不是民進黨 還有什麼什麼什麼 高雄市黨部的職位 對對對 應該明天就被開除了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其實就我瞭解 就是他高雄那個地方 是找林秉坤在幫他找 澎湖 對澎湖 就是在幫他做南部 這些這個操盤的事情 那對於這些人來講 他現在國民黨比較難動 因為有猴有儀 再來就是范成蓮被開 就是范成蓮不是去幫 這個郭台銘就被開了 就是已經有個殺雞儆猴 所以你要找國民黨的 就台銘上組織盤 是比較難動的 那但是所以他就是沒辦法 你就是可能去找以前的 綠比較綠的條 卡被動 就是只能動這些 所以你從這個方面顯示 就是郭台銘本來就沒有 就是你自己沒有組織 最後我要講是說 你看他現在如果面對出來的話 你要怎麼去問這個會選的問題 當然他現在只能重申三部嘛 我們就是打三部這樣子講 那問題是說 你網上查的時候 你真心相信 現在已經超過十幾個了 你們一個人都是真心 我愛郭台銘 所以我抓出錢 查到價碼都不太一樣 對兩百四百一直到八百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真的有人會真心愛郭台銘 我幫他出錢喔 我幫你用個資喔 所以我大家都覺得比較是傻子 所以你這個在網上查上去的時候 我覺得他就很難去回答這個問題 這不是只有一樁而已 到目前為止 全台已經至少十幾個人 你被收押的收押 禁見的禁見 還要再網上查上去 你面對內有外患 你要怎麼去面對 你要到一月十三號 你能躲到一月十三號嗎 那個啊 不是這侯或柯的票 他們為什麼七一六會去 大家都知道說 他其實就是一個造勢活動 根本就不是一個什麼社會運動 但他今天的這個同志活動 他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社會運動 那到底誰對同志團體最友善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就是過去民黨 做了非常多的一個政策 所以賴清德他們去 我覺得一點都不意外 但我覺得侯瑋跟柯文哲 他們沒有去的原因 也可能因為知道說 這個票不是我的 因為而且你知道嗎 柯文哲以前 他其實講過非常多的一個 恐童言論 所以那時候他其實講了 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都被這些同志團體 批評跟謾罵 所以我覺得 那你叫柯文哲怎麼去這個場合 他去的不是被人家丟 所以他怕被罵就不敢去嗎 我覺得是 而且我覺得他很清楚 知道說這些人 已經看清楚 他的一個面目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在這些人 也不會投票給他 那我覺得柯文哲 就是一個非常的 可以算是一個現實 或是很公立的 他會去計算 他的選票到底在哪裡 那如果知道他說 這個選票不在這裡的話 我幹嘛去 對他來講 就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沒有去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那侯友宜 記者特別去問他 他說國民黨的同仁 跟青年黨員都有參與 期待遊行成功 侯友宜說 我非常重視性別平權 但是呢 我不去 因為我有派代表去 的確國民黨的青年 青年部吧 的確青年黨員 的確有報名參加 所以如果總統候選自己去 不是就代表更重視嗎 如果何友宜重視的話 其實應該自己去 柯文哲也應該要自己去 如果真的重視的話 716他們就很重視 但是現在大家還記得716 不要說電視機的觀眾朋友 有記不記得 我想我們大家這邊都還要想一下 到底他們716那遊行 有什麼主題 就是以下是說設法正義 對不對 然後一下說地主的正義 然後一下說這個什麼 什麼誰的正義 然後在上面都是仇女的言論 716的遊行 什麼遊行都可以 但716遊行就是一個仇恨動員 今天的同志遊行 是一個平權的運動 這個是一個civil right 所以你侯友宜 而且侯友宜最假了 記不記得他前幾天 還講了一個什麼政見 他說他支持18歲公民權 拜託18歲公民權 那時候公投的時候 國民黨是阻擋的 消極抵制的 就去年九合一是 對啊 修憲公投覆決嗎 對啊覆決是 你國民黨是消極抵抗的 你侯友宜突然說 你要18歲就演的嘛 擦到脂膜粉 假裝你很接近青年 那為什麼今天的這個同志遊行 你不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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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